就是当之无愧的抱破王 不是 你现在想想啊 假如说25年前那会儿 不是你老爸说 你到铁路上去顶岗 现在会做什么 现在还是在家里杀猪 现在我在铁路上 宣说钱挣得少一点 服务了千千万万的人 再选一次的话 我肯定要选 再住铁路工人这一行 因为你有特别 有些朴实的性格 又有特别坚韧的品质 所以你无论在哪一行 应该都会做得很好 而且之前彭书 其实拒绝了很多 其他工资几十万年薪的邀约 25年就一直扎根在一线 是 现在的有些公司挖我这 但是我心里想 我是中铁路工事 把我提法缺的 给了我那么多荣誉 我肯定是不会走 我小时候有点埋怨父亲 父亲长年不在家 下午参加工作25年了 终于了解了父亲 谁的小家爱了大家 彭世华告诉我 因为他的父亲 常年在外工作 其实家里连一张 他父亲的照片都没有 这么多年 他们全家也只有一张合影 其实这就是 所有铁路人的日常 他们都是常年 他们在一厢为国建设 很少能够和家人团聚 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 只能是妻子 孩子 到铁路上去探望一下他们 一家人才能够 得以短暂的团聚 他们真的是牺牲小家 造福大家 你们真的是让更多的家庭 因为你们开的隧道 因为你们修的铁路 得以更多的团圆 但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特别担心你 记挂你的妻子 她能理解你的工作吗 现在 我的老婆也跟着我一起 去上了几个工地上吧 虽然说我辛苦 她现在也还是很支持我 儿子现在也是一个铁路人 我们一家成了三代铁路工人 那今天彭师傅的儿子 彭金昌也来到了 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掌声欢迎他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彭金昌 现在是中铁二局的一名 筹灰工程师 欢迎你 你爸爸非常骄傲地说 我们现在一家三代铁路人 对 你是什么原因到铁路上工作的 是受父亲的影响吗 对 因为像他刚刚说 他之前不理解我爷爷一样 然后之前我也不理解他 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甚至还有一点恨他 因为当时我小时候嘛 大家都有父母一起玩 放学都有父母一起在接着 但是我就没有啊 就我都感觉有时候 自己像没有爸的孩子一样 然后后来我大学毕业那年 我父亲他正好要去西藏 修拉铃铁路嘛 然后我就决定 我跟过去看一下 然后那时候我才第一次了解 我父亲的工作 我看到他一个人扛着炸药 走进隧道的背影 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非常的高大 就像一座大山一样 会觉得父亲像英雄吗 会 因为隧道里面那么多危险的嘛 特别是搞开挖搞破破 就是最危险的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 像父亲一样 然后留在工地上面工作嘛 那后来你工作之后 在工地上干活 你觉得习惯吗 适应吗 不习惯 真不习惯 因为太寂寞了 从小到大都在城里面长大 然后突然到 深山老林里面 那个工地里面去 又没有地方玩 又没有地方耍 没有地方逛街 然后整天也面对 那么几个男同事 就感觉天上飞着乌鸦 都像工作一样 这块好经典啊 然后但是没办法嘛 我们那个修路 就是要从城里面 从繁华的地方 修到那个村里面 修到荒野外面 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后来我想到我爸嘛 有一次他带我去 看到一条他修的隧道 那是从重庆到四川那边的 他说之前那个隧道 没有打通的时候 走那种山路 绕很远很远 但是我们那个隧道通了 就五六分钟就过去了 很方便 修路的过程 虽然说它很艰苦很艰辛 但是那个路修好了 它可以方便 千千万万的人 可以造福好几代人 就像之前 我父亲跟我说过的 人活在世上就那么几十年 能够挣多少钱 能够获得多大的名胜 其实它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能够给国家 给社会 做出多大的贡献